台北县政府呢在12个重要的路口上面挂了告示牌上面就说 嘿缺德鬼别把马路当垃圾桶啊 这个我们以前呢报道过 结果呢很多的路人经过的时候觉得 嗯 看了感觉蛮负面的啊 网友上面呢也有在这个网路上面在骂 那么现在台北县长周锡伟决定 从善如流这个礼拜之内要全部的拆掉 才挂三个月的牌子就被工人给拆除 就是因为上头大大的缺德鬼 三个字引发争议 经过的小黄混奖怎么看怎么怪 有没有被骂的感觉 有有有有 感觉感觉 那好像被骂的感觉啊 我感觉很奇怪啊 民众觉得好像被臭骂了一顿 议员也对此告示牌很有意见 这种接德鬼这种口音啊 这小孩子都会加坏掉了 告示牌惹争议 县长周锡伟虽然觉得环保局利益良善 不过老是争议不断也不是办法 最后还是决定将这十七面牌 通通拆除 现在已经开始在拆了吧 然后说礼拜六以前 好像要拆光 面牌只好像是六千块吧 光是十七面告示牌 成本加起来就浪费了十万多元 民众觉得告示牌看了碍眼 宪府决定拆除 不过这一拆浪费的却也是纳税人的钱 终于是萧志光 刘宇兹 台北采访报道